丹宝们,鸭鸭东最近不是上线了吗? 大家都在问我什么时候抽 这个嘛,虽然东东是作为一直以来的顶流皮肤 但对于小哥本人来说,其实是一直不太吸引的 小哥更喜欢的是类似于熊二这样的联动皮肤 听范子西佛,鸭鸭东的语音包还是挺有趣的 他抽鸭鸭东主要是为了语音包 嗨 也没听出来语音包的特别之处嘛 感觉和前两只小羊对比 也就是,没有那么夹了吧 但是呢,话又说回来 这次两周年更新的东西还是有小哥喜欢的皮肤的 就比如这次的新芒盒皮术世纪之五里 有一款名叫爵士武王杜波的皮肤 不知道为什么,看着它总有一种熟悉的感觉 它的染色款也是 所以小哥在鸭鸭东和爵士武王之间 还是选择抽这个舞台球 哈哈,好,那么好 一次识连需要60个学院币 现在低血,第一个识连 看看能抽到什么 哦,红武裙 这应该是款蓝色高级装扮 那剩下的都是 你好 我那个豆,全是碎片 不过这零零散散加起来也没多少 继续下一个抽 这一抽抽到了一个典藏配饰 外加碎片总共抽到了17张 嗯,感觉还是很一般嘛 但已经下去120大量了 下一发该出皮肤了吧 不是王姨 这里你还藏那么多金币 还有染色剂干嘛 我的许愿币 哼哼 领完抽奖获得的碎片 已经够换皮肤了 但是 180块都没抽到皮肤 这有点不合理了吧 要不试试单抽 感觉上应该快出皮肤了吧 啊,200多大量了呀 一个典藏皮肤这么难出的吗 再来 再来最后几发单抽 我就不信出不来一个紫皮了 好好好 240个许愿币都没出第一个紫皮 老实了 还是用碎片兑换吧 OK,FINE 升级一下颜色 和发戏来一把巅峰 等会儿 我就说这皮肤怎么看着那么严熟呢 王姨 你把幽幽少的顶球扣下来做的皮肤啊 好 好 欢迎订阅